你是不是能夠同聲的把第五篇的信息 用靈把這個篇集來宣祖一遍 神啊,既有特色之聖別建造的意象 第五篇的信息是說到 神啊,既有特色之聖別建造的意象 他的聖經節主要的引經是 以西節書的第40章到第42章 其實在第一篇的信息裡面 我們看到以西節主要分成四個段落 第一章是一個段落 講到神榮耀顯現的意象 從第二章到第32章又是一個段落 講到神的審判 先從審判以色列,再來審判列國 從33章到39章才提到生命的恢復 末了就是這個段落 從第五篇開始一路到第12篇 來是提到神聖別的建造 已經是從以西節的第40章到第48章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來到第五篇可以說就來到這一次 《結晶讀經》主要的負擔 主要的負擔是要把我們帶到這一個建造的意象裡 聽到你我能夠實際的有份這一個建造 是不是弟兄姊妹,我們同聲把第一個大典來宣讀一下 來 神永遠的定職是要割除一個建造 做他自己與他選民的調和 還神在他自己當中,並在一場列國當中所做的 都是為神派的建造 這由其事如正確書所認識 其事如以其列出明星 終結於神終極的建造 就是新耶路三合 好,第一個大典非常清楚提到 神永遠的定職乃是要得著一個建造 弟兄在信息一開始就給建造下了一個定義 什麼是建造呢? 神聖筆的建造是三一神團體的彰顯 建造跟神的彰顯是連在一起的 在最後一篇信息裡面我們會看見 當這個神的建造就是聖殿完成的時候 神的榮耀就回來了 所以神聖的建造乃是三一神團體的彰顯 建造是神永遠的定職 我大概列了九個點 給弟兄姊妹先來進入一下這九個點 讓你對建造有一個清楚的看見 第一個我們要認識 建造是神與人的調和 建造是神與人的調和 其實第一大典我們剛才讀過的 神要得著一個建造就是 他自己與他選民的調和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建造不是物質的 這個建造是屬靈的 這個建造是神與他選民 就是與人的調和 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我們要看見整本聖經它有一個中心 還有主要的思想 這個思想就是建造 所以待會我們從這個信息裡面會看到 在舊約有一條關於建造的線 同樣的在新約也有一條關於建造的線 可以說建造這個思想是貫穿了整本的聖經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在舊約裡面這條線還是在物質的範圍裡面 在新約裡面這條線確實在屬靈的範圍裡面 那我們讀的這個以西節 這個段落裡面提到了這個聖殿 它裡面有許多細節的記載 這些細節的記載都有尺寸 告訴我們幾軸幾軸 其實這些尺寸都是有屬靈的意義的 所以不僅在要來的復興時代 這個殿會實際的在建造起來 在以色列地今天在造會生活當中 我們就能根據這些尺寸 帶進那一個屬靈的建造 你們這個是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我們要非常清楚看見 建造是跟生命發生關係的 其實前面的四篇信息 從第一篇到第四篇 不論是37章或是34章 都是與生命的恢復發生關係的 為什麼弟兄們要把這四篇信息擺在前面 其實很清楚讓我們看見 生命乃是為著建造 建造的唯一的路就是藉著生命的人 你們三一城經過了種種過程 終極完成成為次生命的靈 進到我們的裡面 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它自己 建造到我們的裡面來 那我們藉著經歷這個生機的救恩 也是為著一個目的 就是將我們這班人 建造到神裡面去 所以整個建造是藉著生命來完成的 這第三個點 好 第四個點呢 告訴我們說 這個建造是與人性發生關係 是與人性發生關係 其實昨天陶俊在這邊特別有提到 這個建造如何與人性發生關係 你要看見這一位 第一章還有第四十章 講到這位基督 他寫出來的是人的樣子 不僅如此 在四十章到四十二章當中 常常提到六的尺寸 這個六就是人的數字 因為人在第六天被造 同時呢 在聖殿當中 在聖殿裡面 要相上木板 木板 也是指著人性說的 所以在這個點上 給我們清楚看見 建造是與人性有關的 有沒有 好 第五個點呢 在關於以希捷的意象當中 提到了許多的細節 可以說以希捷所看見的墊 就是所羅門之墊的恢復 而且擴大 為什麼擴大 因為他點出了很多的細節 這些細節乃是幫助我們 在經歷上 我們要來更多的經歷基督 因為真正屬靈的建造 乃是造會的建造 造會的建造 乃是在於你我是一般的經歷基督的人 你們 好 第六個點 提到呢 這個在生命圖經理中特別提到 整個聖殿的意象 就是造會生活的一幅圖畫 整個聖殿的意象 不要只有領會 這個是將來所要建造的一個物質的殿 整個聖殿的建造 就是造會生活的一幅圖畫 它有幾個點 第一個它是分別的 它有四道牆 所以它是分別的 第二個呢 它是進階的 從啊 這個外月 你要進到外月 要有啊 七層台階 進到內月 要有八層台階 進到聖殿 要有十層台階 所以你越有分別的建造 其實啊你就越升高 這說出呢 這個建造啊 是進階的 第三 你看整一個 這個聖殿的圖 你就會發現 這個聖殿是對稱的 它是完全正直的 沒有任何的彎曲 所以三個點 第一它是分別的 進階的 也是啊 對稱的 你們 好第七個點 其實我剛剛提過了 建造是三一神 團體的彰顯 這個我們最後一篇 十二篇還會再來提到 第八個點 以弟兄在這個 以細節的意象 這本書裡面 特別提到 這個意象 對於今天 在主恢復的 造會生活 在主恢復中 過造會生活的我們來說 是特別關鍵的 因為這個建造 乃是在審判 恢復之後的建造 今天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 就是在恢復的時代 對不對呢 造會墮落了 造會受了神的審判 造會得主恢復了 今天在恢復你的重造會 我們只有一個負擔 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 所以啊 以細節的意象 完全是對 今天在主恢復你的 我們來說的 末了一個點 也是弟兄特別提到的 為什麼我們要看重這個建造呢 因為建造就是啊 神與人的調和 它有一個溫度計 有一個指標 就是基督身體的一 也就是呢 同心合意 那我們認識了 同心合意 是開啟新約中 一切福分的萬能要使 是不是呢 那如何能有同心合意呢 就需要你我被建造起來 我們越建造起來 我們就越有那個同心合意的光景 Amen 好我們來讀下這個第一重點 好不好 你們用這邊 第一大點第一重點 來 所羅門建造的殿被毀 Amen 所羅門被捕到巴比倫 而歸回的人所重建 Amen 好這個是第一個點 講到所羅門建造的殿被毀了 好那這個殿呢 有啊 這個被捕到巴比倫歸回的人所重建 你們用這邊翻到後面36頁 後來啊這個殿 就是所謂的第二聖殿 又由啊西律 由46年建成的殿所頂替 好這個啟示在約翰福音二章二十節 對不對 提到說啊 這個殿是46年才造成的 好這個殿呢 也被毀了 什麼時候會毀呢 在西律啊 在這個殿啊 在主後西十年 由其多算理的羅馬軍隊所毀了 好這個呢 就非常清楚的 起字在但以禮書九章二十六節 提到啊 必有印王的名 來毀滅這城和聖書 主耶穌自己也講 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節 門徒們提到殿 主耶穌說啊 我實在告訴你們 將來在這裡 絕沒有一塊石頭啊 留在石頭上 不被拆毀 那這個書的聖經節已經應驗了 就是主後七十年 羅馬太子 率領啊 軍隊 提多算軍隊來啊 就毀滅了耶路撒冷和聖殿 好第三個點說 無論是以色拉時代的殿 是西律時代的殿 都不是所羅門所建之殿 充分的恢復 然而 以西捷意象中的殿 乃是啊 所羅門之殿 充分的恢復 並且超過之 有沒有 原因何在呢 下面又提了 他說這殿的本身 與所羅門所建的殿 大小是一樣的 大小是一樣的 大小是一樣 但是呢 以西捷的意象中 有許多關於門 院子和殿 視為屋子的細節 這指名 這是所羅門之殿的擴大 好 所以弟兄姊妹 待會 林弟兄在這邊 繼續交通時候 要請弟兄姊妹 非常留意 這些細節 裡面所函視的屬靈的意義 Amen 好 我們來同真宣徒 第四宗年 來 第四宗年 都安得上 來 阿妹 阿妹 我想最後一句話 是非常重要的 值得弟兄姊妹 把他畫下來 我們再循讀一遍 這破大 表真 神子民 對基督 之禁 和 阿妹 好 这上面是有一个注解在网上六章二节的注一 他提到这个帐幕 帐幕的尺寸 到了殿的时候就扩大了 不仅扩大了 戏具的数量也变多了 唯独啊 约会是没有改变的 这有个解释的意义说什么呢 他说啊 基督自己由约会所表征 不能扩大 但是呢 我们对基督一切丰富的经历 就如啊 电 还有物件 还有器具所表征的 都应当大大扩增并扩大 阿妹 好与他扩大的彰显相配 阿妹 兄姊妹 阿妹 经历基督啊 是没有止境的 阿妹 你我坐在这边 我们都经历了基督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 我们要为着造会的建造 更多的来经历基督 阿妹 如果我们啊 不经历基督 其实啊 造会的建造永远都是空中楼格 造会要实际的得夺建造 需要基督在我们的经历当中 不断的扩大并扩大 阿妹 好 第五个终点 提到 神在新约中属灵的建造 开始于耶稣基督 就是呢 成肉体的神 做神的帐木和神的殿 阿妹 进前到造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扩大 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做神建造在永世里 终极的彰显而扩大 这段的纲要里面特别要注意啊 是啊 成肉体的神 阿妹 成肉体的神 第一个建造 在新耶路里面属灵的建造 就是主耶稣自己 他是那位成肉体的神 他是在啊 神性里带着人性的一位 阿妹 他就是呢 神的帐木 也是神的殿 造会同样的具有这二性 神人二性品 对不对呢 是啊 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扩大 而要终极完成于啊 在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 第二个终枝我们重生宣读好吗 以希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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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座殿到底会不会啊 实际的建造呢 会呢 什么时候建造呢 是在啊 复兴的时候 复兴的时候 以色列国 他要同心的修建啊 圣殿跟圣城 做他们在千年国时代 与神同住之处 但是要重点在第七点 丢子妹 其中一切细节的属灵意义 都该应用于新约的信徒身上 这句话太重要了 一切细节属灵意义 都该应用于新约的信徒身上 因为我们乃是神属灵建造造位的主神分 这个待会听我会提 亲爱的兄姐妹 绝对不要觉得这个建造图太繁复了 你们这个建造是太有讲究了 神住在哪里呢 神就住在这一切的讲究里面 阿里路亚神就住在这里面 好我们第二个大点 那边讲到说 看见异象是需要生命的成熟的 我那边听 以西节看见第一个异象 主荣耀显现的异象 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 那是祭司开始进功用的年纪 他看见末一个异象 就是神圣别建造的异象 是在二十年后 在他五十岁的时候 那是祭司退休的年纪 这指明以西节要看见神建造的异象 需要在生命里更成熟 你们弟兄姊妹 三十岁是开始进功用服饰的年纪 但是还要到五十岁生命更成熟 才能看见神圣别建造的异象 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 你几岁 不是外面属灵的年纪 你几岁是在乎你看见什么异象 你若是看见第一个异象 恭喜你在三十岁 做祭司侍奉的开头 如果连第一个都看不到 你连祭司都不够资格 但是我们还要再往前 虽然我们侍奉了 我们还需要追求在生命里更成熟 叫我们关心神建造的异象 翻到后面三十八页 他提到两个点 第一个 年初指明神建造的异象 把我们带到新的开始 第二个正月初始日 是以色列人预备余月节羊羔的日子 指明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世新的开始 都是基于基督这余月节的羊羔和他的救赎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基督徒的开始就是经历余月节的羊羔 对不对 这是一个开始 但是你知不知道 除了重生以外 还有另外一次新的开始 就是当我们在造会生活当中 我们看见神建造的异象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造会生活所有的聚会 从年初到年中只讲神的建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就是主推幅造会生活的特色 帮助我们加速成熟 什么都不讲 福利平安都不讲 我们只关心神的建造 因为建造是我们新的开始 第三大点我们来看 要看见神圣别建造的异象 以西节从贝鲁之地被带到以色列地 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神 分给他子民的份 在耶路撒冷城的高山 表称基督的复活和升天 这是正确的地位 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角度 使以色以西节能看见这样的异象 友姊妹 我们看见异象只有在一个地方 就是在基督里 我们需要被带回美地 这个美地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份 不仅如此 你我需要被带到高山上 就是要被带到这位啊 复活升天的基督里面 还要被带回耶路撒冷城 就是在独一立场上的造会生活 你们很奇妙 我们啊 月在灵里 就像约翰一样 对不对 当主日 我在灵里 看见异象 需要你我 在灵里 在灵里 就是在复活升天的基督里面 不仅如此 我们还需要活在造会生活当中 第四个点 我们再来看 在建造的门口 显为同的样子的这人 乃是基督 同表着受神审判的试验 基督经过神的审判 完全够资格来良度 这审判而具有 凡属于神建造的事物 请举verts之陆念向 VE第一章 在第一章 有看到这所坐在宝座上的 对不对 牠显出来的一样是精盈合金 但到了四十章 三章的时候 牠见有一人 其實這一人就是基督 他樣子像銅 手拿著麻繩和良度的尾字 站在門口 這什麼意思呢 銅在聖經當中是表真審判的 基督被掛在十字架上 乃是作為那隻銅蛇 銅蛇 銅蛇就指明 他有蛇的形狀 但沒有蛇毒 他被掛在十字架上面 受了神的審判 今天我們一看見他 我們就得著了一致 所以銅是指的審判說 同樣的 你也知道在包祭壇 這個祭壇是用銅 銅來包裹的 這些都是指的審判說的 當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 你們 他經過的一切事情 都叫他受了審判 那今天他受了審判之後 他就完全的夠資格來審判 凡事有份於建造的 都需要經過他的良度 就是需要讓他來審判之後 看我們 其實你會發現 最後十字架的原則 是應用在整個聖殿 神聖別建造的每一個角落 甚至整個聖殿 這個建造的中心就是祭壇 祭壇就是十字架 阿們 弟兄姊妹 你我需要被了解 好在復活裡面有份於神聖的建造 好我們同聲宣讀第五大典好嗎 來 阿們 阿們 但我所指示你的 對 你都要有眼看 你有耳聽 必要放在心上 因為我帶你到這裡看 目的是要使你看見 但你所看見的 你都要告訴以色列家 阿們 第一重點說 神指示以細節 關於祂建造的異象時 聖言者需要有敏銳的眼光 並要專心聽 第二重點 祂也必須把這些事放在心上 好吸收所要指示祂的事 這樣凡祂所看見 所聽見的 祂就能告訴神的百姓 阿們 待會就要第六大典以後 就要記到這個建造細節 這個的確是非常有講究的 所以我們預備了一段影片 幹嘛呢 叫你用眼看 好好看 阿們 第二個呢 用耳聽 他就解說了要用耳聽 第三個要放在心上 看一次絕對不會懂的 阿們 回去要好好的思想思想 把聖經拿出來 再好好的研讀研讀 阿們 好讓我們啊 放在心上 幹嘛呢 要叫我們告訴以色列家 好不好 叫我們以後每一次為主說話 我們的題目都變了 不要講那些神奇的事實 不要講那些病得醫治的事 不要講那些車禍沒有被撞死的事情 我們只講一件事情就講神的建造 因為這是主在這個時代所要做的工作 所以他可以托付他重造會所要完成的事情 下面的時間就要來看這段影片 請注意弟兄姊妹可以對照一下你們手中的綱藥 簡單的說 第六到第七點是講到聖殿的外院 第八點是講到聖殿的內院 第九大點是講到殿 第十大點是講到聖屋 這個都是按照聖殿的次序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個影片 在以信結的印象一書裡面有說到 聖殿就是神的所在 就是神的居所 神是住在一個確定的地方 那就是祂的殿 那祂的殿在哪裡 祂的殿就在這些講究的裡面 以信結書從四十章起 就是講這些講究 說明本模型主要是根據 生命讀經十九到二十二篇裡面的圖一 聖殿及內外院的平面圖 圖二關於門洞的平面圖 還有圖三關於祭壇的尺寸 以及圖四關於聖殿的平面圖 所繪製而成的 首先我們從剛要的第六大點來看 五節開始講到牆 他的後和高都是一尾 那一尾就是六軸 再來是第七大點說到門洞 分為四個部分 最外面是過道 再來是通道 以及裡面的過道和門廊 六節說到外面的過道 其身一尾 七節講到位房 每房長關都是一尾 每間位房相隔五軸 裡面的過道寬是一尾 八節裡面的門廊 橫寬是一尾 縱寬八軸 廊子的牆柱 柱面是擴兩軸 十節說到位房 兩邊各有三間 十一節繼續說到門洞的門口 寬十軸 門長是十三軸 十二節說到位房深處的邊緣 這邊和那邊都是寬一軸 長六軸 十一節說到門洞 整個寬是二十五軸 再來門洞內的柱面 兩邊各有十五個面 一面是兩軸 所以是共闊六十軸 十五節整個門洞共長五十軸 十六節在門洞裡面有窗鱗 強柱上也都有標科中束 穿過門洞進到外院 十七節說到在外院的周圍有鋪石地 鋪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間 十八節接著說到鋪石地的寬度 與門洞的長度相同 到四十六章 看到外院的四個拐角各有一個院子 院子的尺寸是長四十軸 寬三十軸 其功能是用來煮肉的地方 再來十九節說到外院的門洞 與內院的門洞 距離寬一百軸 再來二十節到二十三節 是兩外院朝北的門 尺寸和剛剛所看到朝東的門相同 接下去二十四到二十七節 是兩朝南的門 二十八節從南門進到內院 來到第八大點內院的門洞 首先是南門 三十一節說到狼子朝著外院 並且內院的高度比外院高了八個台階 接下來進到內院的東面 三十二至三十四節就照先行的尺寸兩東門 再來三十五至三十七節是北門 到了三十八節有提到喜帆寄生的屋子 根據剛要看見可能是在門洞裡 再來三十九節說到在門廊內 這邊和那邊有兩張桌子是用來處理寄生的 從四十和四十一節可以看出桌子總共有八張 是用來斬殺寄生的 四十二節可以看出桌子的尺寸 長一軸半寬一軸半高一軸 四十三節說出狼內的四圍定有雙溝 接下來要看在內院裡兩間看守的屋子 四十五節朝南的屋子為著看守電雨的祭司 四十六節朝北的屋子是為著看守祭壇的祭司 四十七節整個內院長跟寬個手 六節朝北的屋子是為著看守祭壇的祭司 四十七節整個內院長跟寬個是一百軸建方 並且祭壇是在殿的前面 再來是第九道點說到殿的部分 四十八節說到殿寫的廊子門寬是十四軸 四十九節提到殿的高度比內院再高十個台階 再來四十一章二十二節說到殿裡面的香壇是木頭做的 四十六節說到聖殿相關建築的每個部分全都鄉上木板 十八到二十節可以看見所有鄉上的木板上都刻基路伯和棕樹 繼續來看與殿相關的尺寸 外面郎子的強柱後五軸門兩旁都另加三軸 四十九節郎子的長是二十軸寬十二軸 四十一章一節來到外殿的門口 強柱是後六軸 二節外殿的門口寬十軸門的兩旁是各五軸 整個外殿是長四十軸寬二十軸 接下來兩內殿的強柱後兩軸 而內殿的門口是寬六軸 所以是越來越窄的 再來內殿也是至聖所 長和寬都是二十軸 再來五節兩殿的強是後六軸 而且殿的三面圍著旁屋寬是四軸 六節說到旁屋有三層 每層是三十間 七節旁屋越往上越寬 說出我們魚族的關係 越深高就越廣越豐富 再來是第十大點來到 連接外殿和內殿的聖屋 四十二章開頭從北方出去 來到外殿的聖屋 二節說到聖屋長一百軸寬五十軸 三節繼續說到第三層樓上有樓廊對著樓廊 再來六節說到聖屋和旁屋一樣有三層 九節說到公宴有進入之門 進去之後可以上到二樓連接到殿堂的空地 十三十四節說出聖屋的功用主要是吃貢物 擺放定儲存貢物和擺放祭屍衣服的地方 接下來是三章說到祭壇的尺寸 十三節說到底座高一軸邊寬一軸四圍起邊高一掌 十四節底座在上來是小凳台高兩軸邊寬一軸 再往上是大凳台高四軸邊寬一軸 十五節最上面的貢台高四軸並有向上突起的四角 貢台的長寬都是十二軸 往下大凳台的長寬都是十四軸 四面有起邊高半軸 台階是朝東 此外祭壇表征基督的十字架 是神聖別建造的中心圓中 因為門是祭生主祭屋的屋子 和宰上祭生的桌子都含是十字架 可以說明祭壇不僅是中心也是圓中 接下來四十三章一節 以細節被帶到朝東的門 四節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進入殿中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神的榮耀回到神的殿中 好 感謝大家的觀眾好不好 那建議大家你要看好多遍 然後試試看 你不看你能不能夠 能夠記在心上 因為神要以心結怎麼樣呢 用眼看 用耳聽 要放在心上 眼看是有一個範圍 耳聽又更多了 放在心上呢 就能夠記的進去 我們難得經過這個以心結 大概啊 你這一生大概就這一次了 我們不是隨便講 因為李弟兄講以心結印象的時候 一九六一年 到現在五十六年 五十六年後 你在哪裡 所以我們不敢說下一次 當然我們希望不要那麼久 但是無論如何 難得走到這裡 神要以心結 用眼看 用耳聽 並且要放在心上的這件事啊 我們在座的弟兄姊妹 全部放在心上 好不好啊 那我告訴大家 等已過啊 我看了這個圖啊 李弟兄畫完這個圖啊 一面說很佩服啊 但另外一面來說啊 他記不住 是不是啊 但是感謝主啊 因為訓練中的學員 他們啊 畫了畫了 就覺得需要有人稍微幫忙check一下 那我們有幾位弟兄啊 就在這群組裡頭 就開始一點點討論 一點點討論 每天大概改十個點 有的時候啊 我認為是對的 事實上是錯 有的時候啊 這個 我們認為的對啊 果然經過再幾次的檢討 發現是應該要改 就這樣 一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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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上就一直放 一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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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看過的請舉手 已經很多人看過了 但是我告訴大家 今天看的是 昨天 昨天晚上 11點都放上去了 所以說呢 又終極完成了 被心斑 那等一下呢 如果大家來得及 希望大家都把它拿回去 那另外呢 就是搭配李弟兄畫的 李弟兄畫的呢 我們也把 今天發的 我們簡單看一下 李弟兄發的 這是李弟兄 那這個第一圖底下 我沒有寫 結晶章要 第五篇 事實的部分 有沒有啊 這個第六大點就講四面的牆 四圍的牆 你知道在哪裏吧 這個眼睛看一看就要看對地方啊 厚度 高度都是多少呢 六篇 然後第七大點就講門洞 但是門洞啊 一到五終點 他是想第二圖 你就pass到第二圖 眼睛就要放到第二圖 那麼這個第二圖裡頭 他說門洞分為四段 外面的過道 在哪裡 點得出來吧 然後通道 點得出來吧 裡面的過道 點得出來吧 門廊 點得出來吧 然後門洞兩旁 有幾間位房啊 三間 每邊是三間 然後每一間的尺寸呢 六軸見方 然後我們看一下門廊的寬度 門廊的寬度是指的那個 直的向左向右的那個寬度 是六軸 然後長度呢 是八軸 看到地方了吧 再看這個門的路口 從最底下 門的路口寬是多少呢 十軸 然後門的強柱上 什麼地方是強柱呢 就寫阿拉伯數字的一二三四五零七塊九十十一三四十五 那個地方是強柱 強柱啊 一邊是有十五個強柱 但另外一邊也有十五個強柱 那一共是三十個強柱 那每個強柱呢 是兩軸 所以呢 就是六十軸 那強柱上都有這個中數 剛才我們的圖已經畫給大家 現在回到第一圖 回到第一圖啊 第七大點 門洞一到五終點 剛才在第二頭看了 來繼續看 第六 外院 東 南 北 三邊靠牆 有六塊布什地 看到了沒有 看到 然後每塊布什地上有幾間屋子啊 幾間 那一共有幾間 十間 那再注意還有四個小院 再四個角 外院的四個角 拐角處啊 是煮肉的地方 煮寄物的地方 那煮寄物啊 百姓在哪裡吃呢 就是在那三十間的屋子裡頭吃了 這樣切手吧 好 再往下去就來到第八大點 第八大點就講內院門洞的細節 現在跑到內院的門洞 還有三個門洞 有沒有看到 東門 北門 南門 它基本上跟外院的門洞完全是一樣的 有一點差別就是上台階不太一樣 上外院的台階是七個台階 但是上內院的台階是八個台階 另外呢 它有一個喜歡寄生的屋子 這個很難判斷在什麼地方 那主的夫人判斷是在北門的那個門洞裡 然後到了內院裡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一個房 有一個設施就是祭壇 祭壇你一看就是整個圖畫的中心 那第九大點就來到墊 墊呢 我們就看第四圖 請大家放到第四圖 第四圖的第三重點就是墊高比內院高十階 這樣大家要清楚了 進外院是七階 進內院是八階 進墊是十階 看這個事實要記住 那麼墊前有柱子 但是聖經沒有柱子的尺寸 然後第五呢 說這個墊的廊子的路口是十四軸 外墊的門口是十軸 內墊的門口寬是六軸 你看到地方了沒有 十軸 十四軸 十軸 六軸 是越過越窄的 然後呢 再往下 再往下 這個墊的墊後是六軸 在什麼地方知道嗎 墊的墊後 你們左右兩邊啊 兩個人點一下 就是圍繞著墊的墊後是六軸 然後呢 再往下 墊是有旁屋的 旁屋 上面寫著旁屋 旁屋有幾間呢 每一層有三十間 有幾層啊 那 越上它就越寬 這個要記住的 然後另外 第九我們就要留意 墊的相關部分 全都相上互板 而且木板上都雕刻了 基督伯和棕樹 其中基督伯只有兩個臉 有人的臉 還有獅子的臉 每二基督伯中間有一棕棕樹 那另外要留意的就是湘潭 在湘潭 我們也看到湘潭了沒有 很特別是神給以西節看到的湘潭 也是那個桌子 我們知道進到這個聖所的時候 應該是有橙色筆的桌子 有金燈台 還有湘潭 這邊提到湘潭就是桌子 桌子也就是湘潭 這個要大家記得 然後第十二說到墊是有門的 墊的門是有兩扇 那每扇都是折門 折門 這個聖經名寫的 然後第十三是講到門廊 特別是講到門廊 那個窗的旁邊的牆上是刻有這個棕樹的 也就是棕樹雕刻在窗旁的牆上 這個就是這個第九大典所交代的 然後回頭還是第一圖 第一圖就來到第十 聖屋 聖屋在哪裡呢 在那個是連著內院和外院的 對於內院來說是聖屋的第二層 對著外院來說是聖屋的第一層 這樣清楚吧 聽得到我想歡迎什麼樣 它是連著內院和外院的 那這個的特點是 聖屋不可以從那個北門 南門 東門出去的 因為他穿著那個聖屋 他需要從內院進聖屋 然後換下聖屋來擺放 聖屋是擺放聖屋的地方 他然後從那裡出去 進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要進到這裡頭穿聖屋 然後上二樓 然後從內院進來 這樣清楚吧 這裡是他們吃聖屋的地方 也是擺放聖屋的地方 那這樣就是這個我們就講完了 所以這篇信息啊 先把事實搞清楚 那你回家啊 你要安靜下來 從外面先開始有牆 開始你慢慢想 你能不能夠啊 不要看 你能夠啊 全部都想得清清楚楚 我給大家挑戰一週時間 好不好 一週時間 你努力做這事 難得就這時候了 就這時候了 神要以心結做的 我們今天就可以做 好 現在我們來看 這鋼藥非常長啊 最後很多都是念著就好了 現在請大家翻到第39頁 39頁 我來念 請大家 您要跟著上 殿是為著牆 是為著分別 將屬於神的和不該屬於神的分開 神啊 是殿是有分別的 也可以說 你要進到這個神的建造裡 你首先要留意是有牆的 不屬於神啊 你都不可以帶進來 第一 牆的厚度和高度都是六軸 因此牆的結面是六軸建方 六 這個數字表征第六日所被造的人 因此牆有一個六軸建方的結面 表征基督自己是正直完全並完整的人 這樣的一位基督是神建造的分別線 只有被包含在基督裡面的 才屬於神的權益和神的建造 我稍微給一下 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六要解 解釋成人 有人就問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很簡單 解釋聖經啊 不能夠憑著天然的觀念 天然的看法來解 你必須照著神的經倫來解 神在做什麼 神為什麼這樣做 你如果不懂神的計劃 你是無法解釋聖經的 否則你覺得聖經跟神的建造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不是呢 這個我們盼望大家留意 你看聖經節明講 以福所二章二十一節 說到在他裡面全方連結一起 怎樣呢 掌聲 在主理的聖經 聖經是在處理的 怎麼會在處理 是有牆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啊 當你我來過照顧生活 你要知道是有牆的 聖經我要說 你進到會所 你要知道是有牆的 不是看我們三會所的牆啊 你要知道是有牆的 天然不能進來 肉體不能進來 世界不能進來 大家阿們吧 阿們 你過照為什麼 參加小牌是有牆的 不是要你來到這裡是沒有牆的 在這裡啊 高談庫論事件局勢 談今天的是這個遊行啊 這裡不是講這個地方 有沒有牆呢 本來就有牆 但是你有沒有牆呢 就看你牆什麼 Amen 其實很重要啊 我們今天講這些啊 不是來講道理的啊 然後第七大點 門 不就有牆 它是有門 它是有路口的 沒有路口 我們都是被擋在外面的 是不是啊 它是有路口的 門 指門洞分為四段 外面的過道 通道 裡面的過道和門廊 第一 門是神建造的路口 表證基督是我們進入神裡面 進入神的權益 神的建造和神的活的門路 牆 把罪人和神分開 但門呢 感謝讚美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不僅有牆 還有門 如果沒有門啊 沒有辦法把我們帶到神裡面去啊 你看啊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四章 他說 我就是道路 實際 生命 若不見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就說出來 清清楚楚 它就是那個門洞的道路 它就是那個過道 它就是那個通道 它就是裡面的過道 它也就是它門廊 若不見得它 沒有人能到神那裡去 一面牆吧 不是不屬於神的分開 另外一面 感謝讚美主 它還是那個過道 它是那個門 把我們能夠帶到神裡面 第二 門洞兩旁 各有三間衛房 表征衛房是一個人衛 你要讀為什麼是一個 就是這整個六本 你都要讀一個 六就是人啊 但是一邊三就是三一神 你不要說你這 哇 真會幾個萬節 我告訴大家 不是啊 它怎麼能成為我們的道路呢 神如果沒有來成為人 祂沒有辦法做我們的道路 祂必須是神 然後必須成為人 祂是三一神 成為肉體 在十字架上裂開 就成了我們能夠進到神裡面的道路 且不是這樣嗎 所以解經啊 不是亂解啊 不是亂講啊 你說那我也會講 我隨便講一下 都告訴我啊 你如果不懂在神的經論裡 神真的有一天來成為人 祂藉著定十字架 你看看門徒們啊 因著主說 對彼得說今夜你要三次不認我啊 門徒們都很心裡都很焦慮啊 都很為難啊 主耶穌說你們不要擔憂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祂不是講天堂啊 祂是講那個墊啊 祂是講我們要進到神裡面 若不借著我 沒有人能進到父那裡 祂要藉著在十字架上裂開 這一三億神成為人 在十字架上裂開 就成了我們能夠進到神裡面的道路 我告訴大家 這個解經 解到家了 你們阿門吧 阿門 你會不會講啊 你不會講要學著講 不要學那個亂講聖經的 要學著正解聖經的 你為什麼這樣解到把它講得清清楚楚 再往下 六間未方 每間都是六軸進方 因此與牆的結面尺寸相同 這指明主耶穌在祂的人位和工作上 是神的榮耀和是神別的寶衛 藉著經過基督這門 我們就有資格進入 滿了祂榮耀和神別的建造裡 第三 門籃匡度是六軸 六這個數字表真 第六日被造的人 門籃的長度是八種 八這個數字表真基督的復活 發生在新的 七日的第一日 乃是新的起頭 第一小點 非常多 這些是神的表真 主耶穌之人 有新的起頭 哈利歐亞 祂是復活 你要達到這裡也是復活 也就是說你沒有在復活裡 就不可能有新的起頭 好 第四 門的路口是寬十九 在十這個數字表真十戒 這指明凡十戒所要求的門口都成全了 主耶穌是方整 正直完全的人 成全十戒的一切的要求 祂成了我們進入神建造的門 我告訴大家 十也不能亂戒 十有很多戒法 但是十在門口的時候 它的戒法就是 就是這種戒法 就是十戒法 你去讀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呈有十二個門 然後門口就是十二顆珍珠 門上都刻有以色列十二個名字 講到以色列就是代表旧約 特別強調旧約的律法 旧約的律法就在門口那裡看 沒有合覆律法 尚別公益榮耀要求的 是不得進入 真的是這樣 聖經的思想就是這樣 在門口 你還沒有進去 你的門口是十戒 十你要怎麼撿呢 十戒 為什麼要撿十戒呢 你沒有滿足神律法的要求 是進不了這個門 但是感謝讚美主啊 基督成了這個我們的路可 祂在地上祂的生活 是滿了聖節 滿了公義 滿了榮耀 祂滿足神的榮耀要求 祂才可以為我們上司之家 祂才會成為神的羔羊 不然這個 祂也是罪人 祂的定十字架是沒有效的 對 感謝讚美主 就是藉著祂的定十字架 定你的慢子 從上到下就列為兩敗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時間不夠反啊 嗯 但是那個 那個我告訴大家 讀這個啊 你是佩服到家 就是看你會不會欣賞 你不會欣賞 你是個亂講啊 你會欣賞啊 姐到家了 第五 門的強柱上有忠祖表征保衛神聖別和榮耀的基督乃是永存得勝的一位 他站立脫柱 扶持並得勝 忠祖升降在野地 卻是長青的表征得勝和永存的力量 基督是強柱用得勝永存的生命支持並擔負神的建造 第六 非常多 第五 門的徒期 每塊地上有五千物資 總共有三十年物資 除了不是地上的三十年物資 還有四個賞戀 二代表演的四個外傢伙 這件事供我們還是一組 幾十五 十五 好 第一小頁 也讀 如果是建築我們是用紙手做的 表征那是我們成為紙手 是從生的立場 叫我們從世上 都不會分別出外 第二小點 這卻由此是百姓是基督的場所 指定它是百姓享受基督做基督和後部的地方 跨谷 即時是在內地是基督 百姓是在外面是基督 再很清楚 第三一層來 現在就往前 到了第八大點 是講的內院的門洞 當我們來看內院的門洞的細節 它是記者在以細節出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七節 你就發現它跟外院的門洞的細節是完全一樣的 指明什麼事呢 你要如何讀啊 神聖的啟示呢 就指明我們進入內院時 就重複對基督的經歷 我們經歷的是同一位的基督 但是我們對他有更多的經歷 上次保羅在他執事的晚年 他所經歷的基督 還是同樣的一位基督 但是他一直有一個靈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 竭力追求 同一位的基督 但是我們對他有更多的經歷 第一重點 在內院路口有另一組台階 共八層 這指明在經歷神建造的世上 越往裡面進展 我們就越高 要不要往前啊 第二 八這個數字表示復活 這指明我們若要進入內院就必須在復活裡 所有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人都必須拒絕 被十字架儲去 第三 這間屋子就是洗祭聖的這個屋子 可能是在內院北邊的門洞裡 是祭師洗繁祭聖的地方 這指連我們的經歷到了這點 就預備好給神做繁禁 我們經過內院的門洞以後 就在復活裡 再更高一層 在這裡我們不再僅僅是外院裡的一般百姓 乃是成了祭師 預備好繁禁侍奉族 意思就是預備好絕對慧者族 第四 我們用動 它是中心 不用講 你看那個圖 畫就是整整中心 然後呢 它也是圓州 為什麼是圓州呢 底下有圖 第一 門 吃祭聖 主祭物的屋子和宰沙祭聖的桌子 都含是十字架 因此十字架擴展到四方 道神建造的每個角落 我們若要在神的殿裡接觸祂 並享受祂的空負 怎樣呢 就以復活十字架 好 第二小點 一同讀 十字架擴展到四方 為人可以揭曉自己的十足是了結 在復活的十字架 神在人裡經過十二的十法 能在神裡受十二的被了結 大概人對十字架 都沒有主的仆人對十字架的認識 神在人裡得釋放 祂是那一粒神聖的賣力 神聖的榮耀是在祂人性的幾何裏 當祂定十字架上的時候 就等於神聖的幾何裂開 在祂裡面神聖的生命 就藉著那個死啊 釋放出來 對於神來說 神在人裡得釋放 神聖的生命 藉著基督的釋十字架 釋放了出來 但是對於人來說呢 這個人就在神裡全數了結 而且我告訴大家 這個了結是包羅萬有的了結 了結的很多了 比我們想想太多了 我們有一堂課專門講 應該是第七篇 然後第九 祭壇表征十字架 電表征基督與造會 基督的神體 一 十字架 基督和造會 不僅是新約的中心題目 也是整本聖經的中心題目 壇 利於墊前 指明我們在十字架之外 不可能有造會 唯有當我們經過十字架之後 才能有造會的實際 不要批評造會好啊不好啊 第一個要留意的 你有沒有上十字架 只要你上十字架 一切都哈利路亞 你沒有經過十字架 你不要說 這個不太像基督的神經 最不像的還是你 你不要批評人不像 我們要求主憐憫啊 經過十字架 才會進入聖殿 我們在生活和工作裡所做並說的一切 都該經過十字架並憑著那裡 好將基督分次到別人裡面 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墊的高度比內面高十階 比墊外高二十五階 這指明在我們經歷時的建造時 越往裡面進展就越升高 現在讀不完了 那我就不讀了 我現在跟大家讀哪裡呢 十字七葉 請大家注意 地球 終點 聖殿相關建築的每個部分都相散布板 而且第十個點說 所有的木板上都雕刻了基督國和宗書 這個很特別的一件事 請大家回去比較 這個帳墓裡頭的聖所和至聖所都是金包木頭 你一進去全部都是金 到了那個第一聖殿的時候呢 好像這個聖所的部分是木沒有錯 但是你進到那個至聖所還是金包木頭 但是唯獨啊 以色列的 以信節看的這個一項 管他內邊外邊裡裡外外啊 全部都是木頭 而且這個木頭布板上啊 雕刻的基督國和宗書 基督國乃是說到基督的得勝 基督國乃是說到基督的榮耀 而宗書乃是說到基督的得勝 怎麼知道是得勝呢 你從啟示錄第七章啊 有大批數不過來的這個群眾 手拿中樹枝 聖經上說他們是從患難中出來的 就說出他們得勝 也說出他們經過苦 他們得勝 是不是呢 那聖經說到神的榮耀是停在基督國上 聖字聖經有用這樣的用法 榮耀的基督國 所以基督國就是說到基督的榮耀 宗書就說到基督的得勝 他這個木板呢是說到耶穌的人性 耶穌的人性總是彰顯他的得勝 也彰顯他的榮耀 好我們翻下一頁 下一頁就第十一頁 立在這殿裡的香檯 單單是木頭座的表真耶穌的人性 在帳幕和聖典裡都有香檀和陳士兵的桌子 但在以西結書這裡 檀就是桌子 我們有列一節聖經 以西結四十一章二十二節 你們注意到 木檀高三軸長二軸 檀角檀面和四旁都是木頭座的 他對我說這是耶穌華面前的什麼 桌子 明明講檀說這是耶穌華面前的桌子 那檀是為著我們將基督的香 賜給神 使神滿足 但是桌子呢 桌子是讓神預備基督做的實路使我們滿足 簡單說同一張桌子 神人互得滿足 是桌子叫我們的滿足 是香檀叫神得滿足 感謝讚美主 我們要來到這個香檀又是桌子的地方 神在這裡要享受我們 我們在這裡也要享受神 神人互得滿足 最後第十大點 聖屋位於北面和南面 是連接內院和外院的屋子 在外面 布什地上的屋子是百姓吃雞屋的地方 然而聖屋呢 是祭司吃祭物 並擺放工廠 這個儲藏 供物的地方 也是他們擺放祭司衣服之處 供物表征基督做我們的享受 但是祭司的衣服表征 基督做我們的彰顯 在聖屋裡 因為它有三層 我們達到蜀林基督的最高峰 為什麼呢 因為在聖屋裡的生活 就是在基督裡的生活 在聖屋裡我們吃基督 吃購物就是吃基督 穿上身衣就是穿戴基督使祂得彰顯 聖屋和旁屋都一樣 都有三層 指明聖屋與基督的豐滿彰顯相符 即使享受基督到一個地步 他們的聖屋和基督的豐滿是一樣高 我告訴大家 在聖經裡歧視得清清楚楚 我們要建造神的家 正建造神的均屋 直達到信仰的一 達到長成的人 達到基督豐滿身材的度量 我們吃基督 然後呢 我們就慢慢長大 是不是呢 一幅是指著它的彰顯 是外在就顯出基督 我告訴大家 在神的經文裡 就是在做這件事 一幅圖畫千言萬語 時間很短 講不清楚 那請大家回去花時間 怎麼樣 用眼看 用耳聽 放在心上 一生我們被神的建造定住 留在神的家中 留在神的建造靈 讓神的精神達到終極的完成